好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风暴还在烧 她指定黄珊珊自己收自己造下的烂摊子 黄珊珊今天下午开了记者会 告诉大家到底她查的账查的怎么样了 有几个疑点外界关切的 包括花了900万做面纸菜瓜布 这些事情看起来数量很大 钱也很多有没有单据呢 我们看到黄珊珊是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告诉大家 面纸其实成本很低 一包才1.36元 菜瓜布一包是3.9元 全国各地都给大家 然后加起来因为数量金额是一样的 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单据 本来我们是期待在记者会上有看到 收据单据或发票 可是目前为止我是没有看到 这是黄珊珊的解释 还有胖卡租赁一役 不是这个有网红说 哎呀那个两台卡车胖卡 中古的其实一台20万年 那你净总花了200万去租 是不是乱用小草的钱 乱用政治现金呢 黄珊珊就拿出监察院的函来解释 他说选货局的都知道 只能租车不能买车 所以我们用租的是理所当然 只是网友还是质疑你租的这个钱很贵 五个月 应该是五个月吧还是六个月 花了200万两辆车 有点贵 这个是把这个小草的钱拿来乱花吗 我们先来看看包括 这个所谓胖卡的这个操作 四叉猫也讲了说 你木可半年净赚150万 它是怎么算的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讲嘛 你租半年那个胖卡两台对不对 净总付了200万 200万其实它成本大概只要50万就够了 因为一台大概买的话是20万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这个你可能要改装嘛 改装算10万 所以木可狂销狂削150万吗 那现在其实木可的这个 这家公司跟靖总的关系 跟柯文哲的关系 跟民众党等的关系 大家是比较好奇的 因为有很多的收入 包括靖总啊 都会汇给木可 有点奇怪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面纸啊 菜瓜布啊 像这样子啊 柯文哲自己的说法是这样 选举就是这样 差十倍太离谱 顶多1.2 1.3倍有可能 回应外界认为你买贵了的遗云 徐千行也讲了 说是这个用量是五个月的用量 可是我刚刚讲了单距 其实单距是最快的啦 你拿出来你跟厂商买多少钱 几百万几百万 或者是哪个厂商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而另外呢 黄珊珊去查账 是不是有求援兼裁判之嫌呢 柯文哲是笑而不达啦 于是像是小草啊 或是支持者也在问啊 说你民众党没有人可以来查吗 那你不分区要不要辞 或者是其他不分区的人 可以来查 不分区的委员可以来帮忙查嘛 还有公正的第三方啊 能不能够来 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以招工信呢 看起来他们自己内部啊 对于外界的这些建议是没有采纳 那外界在讲说两个女人的战争 是蔡碧如跟黄珊珊互私吗 或开战吗 我们看到蔡碧如她自己加了一句 她说哪有 如果你要说两个女人的战争 那不是我 那是这两个女人 是黄珊珊跟陈志涵 我不是主角 我都已经发配边疆了 在苏武牧阳在北海了 那另外我们看看呢 现在一些小草或者一些粉砖 这个柯文哲的支持者 也有一些不满的声音出来了 本来他们都算是狂粉 就非常支持柯文哲的 那现在包括这个柯粉护理师 他就很呛 很呛这个陈志涵夫妇 说你们不要再讲了 把嘴巴闭闭 把嘴巴闭起来 你再继续讲下去 全部都得罪光了 因为你领高薪嘛 那你还一直在对外讲 别人就会觉得你拿了好处 还在对外放炮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民众党内部 可以说看起来是一团糟 那支持者有离心离德吗 柯文哲自己讲说 这一场政治危机 社会大众不是怀疑我的诚信 而是怀疑我柯文哲的治国能力 感恩呢 感恩呢 这个诚信可能 有时候可能有人也 也有一点怀疑 那我刚刚讲到小草 或者支持者 到底有没有离开阿伯 有没有离开民众党呢 这是最新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发布的民调 整体台湾人对民众党的感情温度 是40.33 创下最低记录 也就是说 对民众党有点感冒 或是很感冒 他的感情温度下滑了 那支持度呢 先来看看 跟上个月比较 现在的民众党支持度是13.8 流失了2.2的支持者 有人就讲 其实流失的也不多 才2.2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民主进步党 在民意基金会的民调里面 它的支持度是34.2 绿色这一块 还是现在的最大党 我们台湾的最大党 那另外呢 台湾民众党是13.8 流失了2%的支持者 中国国民党是23.2的支持度 可是观众朋友 年轻人还是民众党支持者的大宗 有42.7%的选民支持民众党 那可能中年以上 稍稍有社会经验的人 会觉得凶寒嘛 这个座葬做成这样 慢慢的离开了 是这样吗 那今天我们看到民众党 有一个课程规划 教干部一些课程 来了一个神秘讲师是谁 阿扁 前总统 这个蛮有趣的 来 请教罗建仙 怎么看民众党的危机 阿扁不是去救 因为这个最少一个月以前就敲了 我也去过 这么巧 刚好今天他来 我7月就 他们就邀请我去 因为我是用说 因为他也确实有一些参选过的 没有选上的那些县市议员 像在台南他们当时提了6个 那几个要来找我拍照 我都配合 为什么 虽然你不是国民党 有的民进党我也会配合 就是说年轻人 多一些年轻的进到这个体制内 对我们国家是好事 可是整个 从这个申报过程 我也申报过 我也被监察员罚过 很多钱是你可以花 不能花 很多钱你什么时候用 像你还没有起跑以前 你这些单据 我跟你讲监察员就把你剔除了 他也不让你申报 你什么时候才开始 结果你看板 你从一页像他们现在 就在初选的 那这些看板你能报吗 不能报 不可能 可是这些钱是政治现金吗 人家怎么允计你的 再来就是说包括像有一些疑问 就是说现金 我也收过很多现金 坦白讲我不认识 我在台上演讲 他会在钱就放了 其实国民党很少这样 他早期的党外 是很多钱拿就放了 真的吗 我跟你讲真的 然后他们每次为什么 那个莫想爱人 报箱子的人一定要是亲信 因为他一下 他在上面演讲 包括当时的陈水扁 那谢长廷 洪奇昌 彭明明 他们这一些人 在上面说 下面像我没了 我会说这样下去 整个100的500的 就都 不可以赶钱就落下来 这是合法的吗 那当时没有政治现金 所以为什么洪奇昌会判无罪 他有一些会判无罪就是 当时我们还没有规范 政治现金法 你可以捐多少 所以一千多万 他也把你认定 法官认定你是政治现金 最后就变成 这个钱变成没有罪 我们现在政治现金法是规范的很严谨 所以很多说你说 有很多现金这不合理 因为你有账号 而且现在年轻朋友捐款 几乎没有用现金的 很少 不可能 几乎没有 对 就是说像我 为什么我们都搞云端了 对不对 云端你可以刷卡 刷卡进来 所以这一些来源可以查得到 但支出你查不到 所以有的讲说 会计师包括这些单据 其实坦白讲 这个不会卡到候选 因为很少候选人会去说 这个买多少钱 因为一定是总干事 总务 财务 后来你们弄了以后 甚至到报 你说报的时候你又有签名 对 申报的时候我也有签名 我不可能去看 你不可能去对 这一些怎么对 我说好 但是支出跟收入 是 差额多少 结育多少 一定会有 我是签署这个 而且不要忘了 这是有会计师签证 所以为什么会做得这么乱 问题很大 问题真的很大 划算算自己来监督 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 因为你是总干事 这等于是在你指挥之下 出来产出了一个报告 然后你说我回头去 我来调查 你调查的过程 除非就是已经做完笔录这些人 我已经讲死了 你再怎么调查 你去抽回来改 但检察院不要忘了 基本上检察院是可以改的 我报了以后 我是可以改 那为什么要急着现在 我可以先送 但是像我 我又抽了 哪一些报错 重新更正再报 检察院不会在你报完 这三个月 一个月里面就全部查完 不可能 对 那伟翰兄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 民众党现在目前要 再抓回社会 对民众党的这个 就是支持度 确实很辛苦 因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常常喜欢举电影 食神的食地分周为什么倒 因为你说你是食神 结果你根本不会煮饭 你说你开了这个餐厅很好 结果里面的食材不卫生 你就倒了 所以其实柯文哲 党主席总统参选 他过去这十几年来的人设就是 骑脚踏车 出国搭经济舱 就是非常节俭的 然后选举没有钱 所以小额均款18万笔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检视 并不是要故意找麻烦 但是跟台湾这么多人在选举 议员 立委 总统 市长 你到美国去七天 租车八十几万 你在台湾选举的时候 租胖卡两台要200万 这个就是 它至少不是一个便宜的价格 大家就会去质疑 到台中去吃饭 去吃那个什么米歆尼餐厅 结果报两笔说 好像是不是中午一笔 然后5万多 对 一天之内吃5万多 这会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吗 那这样子真的选举很难 政治很难 这些东西都叫感受 但感受每个人主观不一样 柯文哲支持者会觉得没关系 但我现在不是跟大家讲感受 我们讲柯文哲自己 他对他自己原本的要求 我早上访问柯玉安 他现在被柯粉也骂得很惨 就是说你以前是柯幕僚 现在为什么变柯黑 柯玉安说我不是柯黑 我是柯粉黑 他觉得柯粉害了柯文哲 简单讲 这个我们不用讲那么多 柯文哲选过两次的市长 然后2020年就当党主席 民众党也选立委 他说前面三次的选举 你现在所看到这些东西 都在跟監察院申报之前 就已经全部登陆上网 任何选举小物收到的是300块 花掉的是500块 每一笔都在申报監察院之前 都已经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查了 那就不是很清楚 包含发票的登记号码 他的同一边同边是多少 可是现在目前 上个礼拜一下午两点的记者会 不是讲找到了十几笔吗 他是汇款单 他不是发票 发票上面有号码就不能变了 今天出来的也是做图卡 告诉你说 因为我们不能买车 其实买车是网红在讲 说那个租那么贵干脆用买的 可是就是你的租车价格比别人贵 第二个 我不好意思 因为我没有看到 他有没有解释这一部分 虽然是个木可租 可是那个车的整个要整理 变成是科匹的判卡 那个钱好像是总部出的 你既然跟他租车 为什么你还要去帮他 把那个车整理做那些装修 所以所有东西你只要拉回 你原本的这个设定就可以了 再来要跟大家说 黄珊珊她现在目前要当 那个所谓的善后小组的召集人 我其实是这样是不太理解 蔡壁如当时出事就直写先离开 你再去求公道 那你今天黄珊珊还当部分区地委 她说因为她要当善后小组的召集人 我就一句话 当主席不能当召集人吗 既然整个党下面的干部都出问题了 柯文哲主席 你现在为什么自己也不能当这个总部的 善后小组的召集人 一定要交给黄珊珊 来 惠文兄 没有这个记家会 也是非常无奈的把他看了一下 当然都是开给你看 所以刚刚前子讲说 到底黄珊珊跟陈志涵拿什么东西出来 我也没看到 然后在柯文他家门口有文哲休息站 礼拜六早上出来这么多媒体访问他 礼拜天一样这么多媒体 柯文哲都感冒了 什么都变了 可是人家六日都停休 这个新闻的热度要hold在那里 然后你四叉猫质疑什么 游淑惠质疑什么 柯文哲就一一回应 所以这个新闻的热度 要把它hold在那里 这个不能停 所以前子你刚讲说那个民调 说民众党的感情温度 什么新低 流失了将近三百万人 那就三百万人 同个民调说这个支持度跌到13.8 还没倒 那你又说他这个流失三百万人 一下子又说他还没有倒 那到底是怎么样 我就不晓得同一个民调要怎么解释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这样子 对柯文哲会有影响的是这个案子 金华城这个案子 柯文哲当然很自信 要船赶快船 我不晓得我的副市长 为什么被限制出境 柯文哲 因为他一定要壮胆 就算即便柯文哲 也跟着彭正森的脚步 也被台北地元署传讯了 他很有可能也被限制出境 可是各位观众朋友 我要讲什么 就是告诉大家 刚刚两位前辈讲的 我就是要黄珊珊散后 你是不高兴 你不高兴可以不要投我 吴炳队不是教你吗 对不对 你对一利一休不满 你可以不要投民进党 你对柯文哲不满 那你就不要再投民进党就好了 会留下来的就是会留下来 市长的就是市长的 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你觉得柯文哲的处理不好 你觉得陈佩琪这个 什么他儿子什么认同公司 改来改去 一下子什么他帮儿子出钱 什么柯文哲说 父母帮儿子开公司也很正常 陈佩琪有改口了 这个钱是我儿子自己出的 他要改口你是认同 你要怎么样 所以前子我刚上一段 就告诉大家说 台湾的选民 很抱歉 我骂大家 我也骂我自己 那个对政治人物 对公众人物的那个要求 跟那个标准是很低的 还是会有小草原谅 所以现在国民党 我很抱歉 隆基兄 国民党什么 国民党打黄珊珊 国民党没有在打柯文哲 你发现吗 国民党内骂骂骂骂 骂柯文哲比较兄弟就是 游淑慧 钟小平什么的 党内的压力也来 你不比小力 自己的 他们还在期待 林涛今天骂谁 林涛也是骂黄珊珊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惰性是什么 我国民党什么都不要改 我就等柯文哲 我现在保护柯文哲 然后柯文哲在2026跟2028 跟我们蓝白河 我们就要把民进党拉下来了 国民党这半年干了什么 国民党从总统立委 败选之后搞了什么 什么都没搞 我是对他都给他那些不好意思 就是说国民党就是等着 被收割这个事情而已 大家不要对国民党有什么期待 支持民众党的朋友 因为前子我觉得这个民调 还要在滚动式的看一下 柯文哲没有离开台湾政坛 2026跟2028 即便你不喜欢他 他还是会出现在选票上面 好 我们接下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